这豆芽你要是做好了 那可是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餐 下面就把做法分心给大家 首先把洗净的豆芽控干水分 再切点韭菜段 小碗中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直接倒入锅中 把它炒熟 盛出备用 锅中另烧水 水开以后放入泡水的粉条 煮一分钟捞出 加入老抽 食用油 咱们烫好的粉条 用油给它拌一下 这样炒的时候就不爱成坨了 老铁们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红心宽敞 帮忙点一个呗 感谢 锅中油热 爆香葱蒜 放入豆芽 开中火炒至断生 再加入炒熟的鸡蛋 粉条 切好的韭菜段 调味咱们加入生抽蚝油 盐鸡精白糖 少来一点锅边醋 最后开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了 以后 在家里呀 你要是想吃炒豆芽 你就像我这样做 又香又下饭 炒豆芽